第四話第五話劇情細節來做補充 首先是故事開頭 龍奈在嘗試使用千束平常使用的橡膠子彈 發現除了威力降低之外 有效射程也降低許多 所以千束為了能彌補射程上的短板 才必須搭配第一話中出現的 中軸線副鎖射擊法 Center Access Relog來進行作戰 簡單來說就是用雙手把手槍夾在胸口的附近 藉由手軸與身體中軸形成多個三角形 除了可以穩定射擊 還能夠有效的減緩射擊之後的後座力 再加上是側身的關係 能夠有效減少身體的護路面積 在動畫世界裡面最常看到這種技巧的 應該就是惡靈古堡的李洋了 不過由於不透過準心瞄準 所以對於手槍的熟練度需求非常的高 而在現實生活中 橡膠子彈則是常用在鎮暴警察來控制暴亂的武器 以英國的1.5英寸防爆彈為例 射出的子彈速度為60公尺每秒 射程為100公尺 對比MP5A2衝鋒槍的400公尺每秒 可以看出威力小了不少 由於彈頭的部分是橡膠 打到人體的時候會變形 來達到減緩傷害的效果 但是如果命中眼睛或是太陽穴之類的要害部位 還是會有致命的危險 再來就是籤速玩VR強戰遊戲 居然會輸給封吸 不過原因也很簡單 從龍奈接手的畫面來看 遊戲畫面可以說是相當的卡通 完全看不出對手的槍口到底明確指向哪裡 畢竟敵人的形象就是一張貼圖的貓星人 那自然是沒有辦法發揮千速平常在實戰時 預判射擊彈道的才能了 另外這一段的演出 除了讓千速發現龍奈是穿四角褲以外 也能發現龍奈其實擁有相當優秀的身體素質 反應速度相當的快 對面的風隙連用手把都打不贏 至於第五話的千速的人工心臟 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答案是YES 不過目前都還是有點類似體外裝置 來進行操作 簡單來說就是背著一個機器到處跑 那台機器的功能就是能代替你的心臟 來把血液輸送到身體各處 至於動畫裡千速的心臟表現 就比較像鋼鐵人的核心能自行運作 至於運作時間多長 目前動畫也沒有特別提到 在跟委託人對話的時候 千速的表情也相當耐人尋味 所以也可能是會有讓人胃痛的結局也說不定 不過還是得說 在船上這段人物的光影 真的讓人看得非常舒服 這一次就拿來當封面了 拜託編劇給千速一個好結局啊 然後第五話槍戰的部分 還是相當的用心 委託人偷偷從千速身邊溜掉 最後是停在東京車站 玩之內異色的入口處 在龍奈最初對上刺客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 剛從背包拿出來的槍 槍身還沒有來得及裝上消音器 但是在龍奈追上刺客之後 就裝了上去 畢竟是在戶外 槍身必須特別注意 接著就是千速首次在動畫裡面 使用的手槍攻擊頭 對敵人進行近距離打擊 可以發現千速的手槍 MP-1911 與龍奈的史密斯衛森 M&P手槍 在前頭多了尖刺的造型 這個東西稱為攻擊頭 除了手槍以外 步槍 衝鋒槍都能夠安裝 攻擊頭除了能夠降低射擊時產生的後座力 還能夠兼用在近距離攻擊時對敵人造成傷害 而在發現這次的敵人衣服能夠防彈之後 導演還特別帶畫面 千速換上了實彈進行射擊 可以看到以往的橡膠彈頭 在擊中物體之後會出現紅色的煙霧 而這次最初因為超過射程的關係 但昨天都差目標非常多 不過千速則是藉由開槍牽制刺客來製造空檔 快速接近目標 直接對著肚子就是連開6槍 不過就這零距離的實彈射擊 老師的朋友也沒事 這就有點太誇張了吧 第五話快結尾的時候 松剛駕駛的車輛看前保險桿 應該是Nissan的R35 GTR 2017年款 與第二話千速想開的Lexus LFA 同樣都被歸類在Supercar 但是後者全球限量500部 最近一次的拍賣行情來到1600萬 幾乎快要是R35的三倍了 也難怪千速會特別興奮 哇~~我都要運氣了 兩台車都是曾在玩命關頭系列登場過的車種 R35是由保羅沃克駕駛 LFA則是韓哥在第五集片尾花絮的座駕 然後接下來就是吐槽的部分 打從故事開始設定上就有一些硬傷 就先不提高中毕业的Likulis要做什么了 现在最多人吐槽的部分大概就是第四话 DA都已经掌握了恐怖分子的行动的情报下 提早疏散了群众 然后就是派了一整车厢带着短箱的Likulis 来跟恐怖分子强大活力对打 然而最后也没掌握到 对方早就在地铁里埋了炸弹 造成大量的Likulis死伤 主谋也逃跑了 还得对外宣称没有任何人死伤 有点86战区的味道 虽然Likulis都是孤儿 但是要培养一个特务 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吧 第五话又是继续上一话的迷之操作 先不论保护对象行动不方便 带着必须保护的对象 顺便花公费来约会是很可以 但是去人多的地方就显得有些不合理 尤其是在日本发生前首相被刺 在大批警力之下还是被人刺杀成功 就算千数有的能够躲避子弹的能力 但是保护对象毕竟只是普通人而已 以护卫任务来说真的不太合常理 可以看到这次的任务同样是由DA进行委托的 接送的车辆与第三话 接送签数与隆奈的车辆车牌号码 都是相同的8154 而这次的护卫对象也是吉先生 利用假身份来接近签数 借此想唤醒签数让他再一次杀人 DA居然能够接到假委托人的委托 嗯... 在骗尾老人被送回医院时 从耳环就能够发现 护士应该也是吉先生的秘书所假扮的 是不是也代表DA这个组织 也被亚兰机关渗透的差不多了 大概就是像柯南里面的黑衣组织 人人都是卧底的概念 南木表示 干 不过硬伤什么的 在第五话最后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官方又再一次的发糖 没错不管什么鬼逻辑 我就是要看JK贴贴 拜托再多来一点 至于松刚在片尾又弄掉了一个Likoris 看来是真的要开战了 之前有个关于制作的访谈 负责角色设计的同时 也是这个美术部带有问题的作者 Ymikimuru老师则表示 这真的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 如果能至少看到第六话的话 我会挺开心的 当然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持续看到最后 不知道老师所指的是 至少看过一半的话术 还是会在第六话故事中会有大转折 目前还有几个PV画面还没有回收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之后的发展吧 那么这次的整理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掰